再不结婚就成婶女了 其实大多数婶女嫁不出去是因为家境不好 自己能力又有限 总以为自己非诺几年就有能力撑起一个家了 于是就把时间浪费在了工作上 之后发现工作再好不如嫁的好 可是好的大多数已经结婚了 剩下的优势男又特别挑剔 然后就是一些奥婚男和问题男了 于是觉得不如自己过 至少自己养活自己比养一大家子或者是两大家子轻松的多 再说婶女想结婚也得找个跟自己处得来的 可是天下那么大 能愿意牵手婶女的男人真不多 而婶女之所以找不到好男人 我觉得是以下三个原因 漂亮的女人不会有年纪大小 因为漂亮的女人都爱打扮 从表面上看也是看不出多大岁数的 就像以前神话故事里的白素贞都等了一千多年了 化成人也得一千多岁 这种算是彻头彻尾的大龄婶女吧 而很多社会上的大龄婶女虽然有经济基础 但却颜值低又抱着公主梦 很多独立性强的婶女太理想 太现实 两个极端让自己嫁不出去 而凡事都有一个侧重点 有些女人注重家庭 有些女人注重事业 你也别说你多男 也别说你多优秀 你不结婚说明你不需要 或者近期不需要 你想要什么样的婚姻也并不是你说了算的 有些婶女就是事业心重 独立性强 觉得找个男人就跟找个儿子似的 自己像吃了很大亏 这种圣女怎么能嫁出去呢 当然一般普通女孩 嫁人都很好嫁 虽说大了 没嫁人的圣女都是妖怪级别的了 个人觉得超过40岁还没嫁出去 就自己一个人过吧 你也别想着嫁人 嫁人实则是害人 害了男人还不说 还害了男方家人 中国大多数所谓的高学历圣女 谈对象是对方狮子大开口 漫天要嫁 因为大类圣女要求男的条件都一样 人品好 颜值高 收入稳 工作体面 吃房友 这类男人要么早已结婚 要么一男百家求 多的是人介绍 不是大离女不配这类男 而是条件差不多的情敌太多了 所以聪明女人见得好男人 要趁早下手 虽然男人多 但你不得不承认好男人比女人少 其实更多的圣女 自己本身已是八十分了 却还想找到一百二十分的男人 有过来人的经验说 千万别娶大龄生女 心比天高 傲气满横 离分是早晚的事 对此你怎么看呢